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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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高僧传讲述佛教文学的开拓者 马明大师 马明大师出生在中印度社会国 阿异陀 经印度北方的邦奥德 一个婆罗门的家庭 家学渊源 师承名门 家之本人又充盈多智 勤奋好学 少年时代便精于废陀 通试点 文学修养和智慧变才 都决然不群 马明大师有追求真理的宏愿 和救世纪人的理想 年轻时 勿入中门与佛为敌 多次在论辩中 击败佛教的教论师 由于中印佛法的不昌 故一时无人敢与 马明交锋 地处西北印度的 粤士国 繁荣昌盛 国王加宁瑟加 父法 崇佛 因此 该国 高深云集 论师 记记 说一切有不注重 异理思辨 是不派时期 佛学的代表 当时主持教务的 邪尊者 德之马明 在中印挑战 佛门 奋其悔佛 又爱其才智 并与高徒 傅纳奢 一起复中印 收服马明 马明本具佛性 以学尊者 和傅纳奢 多次的论辩 深感佛理深邃 于是舍弃外道 皈依佛门 马明大师的大愿 马明大师晚年 回晓向大 起信大圣 著论弘扬 倒立众生 似被禁服 被尊为功德日 马明大师的大恨 大师擅长诗歌 戏剧 先后创作 赖扎和罗 舍利佛传 美烂陀传 并以佛教的 祭乐方式演出 诸有听者 莫不开悟 由于诗歌形式 所著的佛所行战 叙事师 更是开印度 佛教文学之先河 在佛教艺术和文学史上 做出巨大的贡献 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明大师 生于公元一二世纪 印度社会国阿异陀人 出生在婆罗门的家庭 家学渊源 师承名门 年少及经营废陀通识点 智慧辩才 浊然不群 出于佛门的论辩 击败佛教的论师 不准其私监制 后为邪尊者收服 马明大师生活在印度 历史上一个政治动弹 思想活跃的时代 在邪尊者与 夫纳社的指导下 潜心修道 勃然群精 对佛理体悟甚深 又得名师的真传 佛学境界突飞猛进 其后又在中印各地的 游学参访 接触各家各派 学说思想 开拓视野 由于马明大师的论著 使马明成为第一位大圣论师 马明大师在中印一代的 弘法传教 曾挫败远近文明的婆罗门论师 为佛教征得一席之地 为吸引广大的群众 信教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的祭乐形式 演唱佛门弟子不畏艰难 出家修道 学佛弘法的故事 使许多听众 文法信寿 归信佛教 马明由此得到国王 礼敬和民众的爱戴 成为明娘 五应的佛教大师 马明受教于受法于学尊者 陈一波于富纳瑟 在佛教身团中德高望重 他的改奉大圣和洪传大法 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真是由于马明的大力弘扬 使大圣佛教在西北印度广开法化 使粤士国成为大圣佛教 初显时期的重要弘法中心 结束了佛教历史的小型大语时期 开辟大主小虫的新时代之人 正是马明大师 求真帝与佛结缘 公元九十年三月 初春的西天竺 扎软还寒 在法王寺内走出一群年轻的比丘 为首的一位四十多岁 身材高大面如满月 门语间有一股威严豪曼之气 他就是法王寺住持 协尊者的上手弟子傅纳瑟 他带领十几位师弟 来到山门外的石阶 恭候来宾石阶两旁 一群小沙咪和年轻比丘合掌站立 贵宾们来到傅纳瑟迎上前去合掌施礼 恭敬地说 众父法师 似有法师 旧法师 诸位长老 师父在山门恭候各位 来者还礼问候 邪尊者安否 法王寺的住持协尊者 年近七十 精神神采奕奕 在山门迎接来宾 亲自将客人 迎入贵宾室 有一位来宾 法号得名的比丘 对于这个傅纳瑟 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 因为傅纳瑟告诉来宾说 师父 邪尊者 邀请有部上座前来 商议两件大事 一是 加密瑟加大王 归信佛法 决定习兵霸占 邀请高僧 进攻说法 有一位比丘 法号得名 兴奋地表达 我们有部是正宗名派 高僧云集 为大王说法 当仁不让 我们有部会因此 而更加发扬光大 那另外一位 德父比丘追问 另外一件事呢 傅纳瑟回答说 前几日 从中天主 来了一位比丘 说纳尔出了一位 叫马明的婆罗门论师 父有辩才 连续击败了好几位 中天主 高僧 一时无人敢与交锋 他跟扬言说 佛门弟子 如果不能与他论辩 便不能公开 明急 兼致 使人 受人供养 致使中天主一代 佛教寺院 不闻兼致之身 中天主 生人无奈 只好派人来向我们求援 师父也打算 与诸位高僧 商议此次 法号得名的比丘 接着问 那马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助持学尊者 侃侃而谈 佛罗门教现在在五天主的势力越来越大 得到各地国王的扶持 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出现许多新的派别 而且利用大神化身的传说 向民间宣传 争取信众 所以我们想要光大佛教 弘扬政法 最大的压力 我看还是 婆罗门教 邪尊者接着说 我们佛教内部几百年来 部派分裂 各执己见 互相论真 虽经几次的佛典集结 各派所持三藏 人不同一 最近又出现了一些 至称大圣的僧人 把我们各部派贬为小圣 宣传我们谁也没有见过 没听说过的佛经 一时真假难辨 这些人在南天竺 安达罗国最活跃 这些都是最令人忧虑的事情 在座还有一位 年纪与学尊者不相上下 是加宁瑟家王的老师 就是一位老和尚 对国王的归向佛法 有直接影响 他接着对大众说 我同意学尊者刚才的分析 现今佛教面临外部的强敌 又存在内部的矛盾 可谓危机是福 然而同时也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大约是国王国土辽阔 安定富足 大王一心向佛要效法 阿玉王的父法 宏教之志 我们应该借助国家的扶持 一方面整顿内部统一思想 另一方面向外谋求更大的发展 把佛教正法传遍各地 使佛法昌隆 也使我们有步更加的发展兴盛 有一位嘉宾 名为圣天的比丘 学尊者就请他说 请你把婆罗门论师 马明之事 向各位法师叙述一番 圣天便将马明 如何向佛教论师挑战 如何多次的挫败 佛教论师 如何扬言深重 若不能与他论辩 便不准击打建制 受人供养等事 续说一遍 最后说道 由于马明的异常聪明 又散于诡辩 加上国王的偏袒之词 中天主已无人敢于马明论辩 只有请有部的论师出来 才能降服马明 学耻护教 所以派我来向 邪尊者和诸位长老 罢得求援 接着还有一位比丘 法号绝天 是有部论师中的后起之秀 表示 据说马明天生 有一副美妙的赏音 一位善于说唱诗歌的仙人 听说有这样一个奇才 便找上门去收他为徒 这位仙人名叫纳罗 据说是 罗摩颜纳作者 已至仙人的嫡系传人 邪尊者感叹道 真是个难得的人才 然后对大家说 我们研究一下 看看怎么应付他 邪尊者接着说 我打算亲自去 与马明论辩 因为邪尊者是当今的佛教领袖 一阵的阿罗汉果位 不仅学理深广 而且智慧通达 这样一位开悟的人 不眼千里屈汉一个 区区外道论辩 简直不可失忆 邪尊者见大家 精益不解解释道 马明是一个不可多代的人才 我们不但要击败他 最好能说服他 归一佛门 对于我们正心佛教 光大佛法的事业 有重大意义 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一趟 我们先来对马明的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 马明读的书越多 见闻越广 思考越复杂 越觉得迷茫困惑 人为什么活着 活得怎样 如何活等问题 不断缠绕着他 马明想起 有一次他和绝天的谈话 因为他们曾经论辩过 因为那一次 马明的师父带他到一座 静修林拜访仙人 仙人有一个大弟子叫绝天 陪马明到静修林去漫步 林中花果飘香 两位年轻人无心观赏 他们互相交谈求道的体会 和未来的理想 绝天问马明 是不是打算将一生都献给原唱 《罗魔言纳》 马明毫不犹豫地说 不 绝天又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马明回答说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我只是想 现在天下的纷争 民不聊生 有智者应该探索 人生真理和旧事之道 马明说完又问道 绝天 你呢 有什么打算 绝天回答 我和你一样 也把既是旧民 追求真理作为人生的目标 不久 马明就听说 绝天离开了静修林 马明自在探索人生的奥秘 然而超盲大地 诸说风起 百家争鸣 真理在何处 马明接触过 数论师 圣论师 正理论师 弥漫差诗 他们虽然词润不同 但都属婆罗门教系统 都以废陀奥义书 一脉相成 马明以有废陀 和奥义书的学理功底 对这些学说容易理解 因而也不能满足他 往往拜师不久 玄疾离去 当然对每一种学说 他也不能深入 听说绝天早已入佛门 并成了佛教说一切 有部论师 激起他对佛学的向往 佛学对马明来说 并不陌生 因为佛教是婆罗门教的劲敌 婆罗门论师的著作中 充斥着对佛学的攻击 但其中都是些具体的论点 论师们往往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 所以从中很难看到 完整的佛学体系 马明自是以博染群书 见多识广 虽有心与佛 却不愿再寻拜师出家 入室求学的一般途径 而是采取了向佛教论师 挑战的方式 来探求佛门的生前虚实 中天族社会城是佛教圣地之一 佛教虽然分成许多部派 向外发展 但同时在中天族 都留有弘法的誓愿 马明认为此地必定高僧云集 大师慧翠 便决定首先在此发烂 没想到社会城甚至整个中天族佛教 已经今非昔比 自从殉家王朝毁佛之后 佛罗门教势力强大 国王和大部分民众转向佛罗门教 因而此时此地佛法不昌 另外 劫后余生和毁儿 父亲的中天族佛教各部派 比较侧重于残法 仪归和宣传 很少在义礼思辨上下功夫 所以马明便轻而易己地论辩获胜 论辩获胜使马明感觉矛盾 他为自己的智慧辩才沾沾自喜 另一方面也感到惋惜 因为那几场论辩 他并未探出佛学的深浅 马明为排遣一切 以下他纷乱的思绪 他走出房门来到大街上 边走边思索 后来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城外 不远处传来悠扬的情声 马明不由自主地寻声走去 有一道财门微微地开着 马明轻推财门走进院子 茫屋中情声清明高远 意境非凡 灯光随着情音强弱散烁不定 增添许多神秘的气氛 一曲弹壁 余音鸟鸟只听一个焚厚的声音问道 来者莫非马明 马明达到正式在下 既然有缘和不进屋一续 马明推开房门 建议摆法老和尚 坐在一张简陋的床上 老和尚面容轻举 目光炯炯 精神瘦瘦 有先锋道骨的洒脱 只见他手持一张古琴 按上摆放着一些饭甲 尽管马明聪明决定 必须也猜不出老和尚的身份 老和尚放下手中的琴 直指屋内仅有的一条凳子 对马明说 局势你在猜我的身份吧 马明接着表示 我看您老人家既非熟人 又不像出家人 既不是婆罗门 也不像一般沙门 因而有些疑惑不解 老和尚的回答 世间万物 因缘何合 真空假有 何必执着行事 虚妄分别 马明从其言谈中 已猜出老和尚身份 您老人家像是佛家的信徒 为何不出家修道 参禅念佛 只要发菩提心 人间处处是佛堂 行住坐卧皆道场 居是全心像佛 为何又与佛门弟子为难 马明表示 我欲是佛 只是不知何者即是 老人家告诉他 辱欲是佛 不是者是 马明不解 佛既不是 焉知是佛 老人家见 马明人不解 便继续说道 既不是佛 焉知不是 佛即众生 众生即佛 佛者如来 如来即成 真如之道而来 马明听到关键处 不管老人家说完 便急切地问道 何为真如 真如即众生心 马明思想洞开 但仍然 绝世 悟 非悟 尽管 马明本具佛性 且有大圣的根基 但并 毕竟从未接触过 听说过这样的佛力 只是出于 本能的悟性 老人家的话 似子子其心 马明似有所悟 一时又说不出来 看着桌上放着的 饭夹 水手一翻 见上面大字书写 唯摩洁所说经 妙华莲华经 嫩茄经等 不仅没见过 也从未听说过 因而问道 这些都是佛说的经吗 只听说佛教有四阿函 从来没听说过这些 老人家回答 居士有所不知 当年释迦牟尼佛 虐盘之后 加设尊者 召集五百僧文 在灵州山 结集佛典的同时 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和阿滥尊者 在铁文山 结集出数量更多的佛典 这些都是大圣佛典 马明问道 何谓大圣 所谓大圣 其意友善 一者体大 二者向大 三者用大 老人家见 马明一时不能全部理解 大圣奥义便不再往 幽生促讲 简单地说道 大圣也叫菩萨圣 因为大圣行者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小圣追求罗汉果 大圣追求佛国境界 小圣求自我解脱 大圣者 大慈救人 大悲救世 如来为何既说大圣 又说小圣呢 因为众生的根基各有不同 如来方便社交 应激说法 对立根者说大圣 对敦根者说小圣 既然这样 大圣佛法 为何长期不传 老人家就继续 开始道 机缘未到 因为大圣佛法 生妙玄傲 难解难信 数百年来社会动荡 人们只求自我的解脱 乐喜小圣 故大圣 隐而不显 弟子马明愿跟老师父 修习大圣佛法 马明说者就要跪下拜师 但被老和尚扶住了 且慢 你虽有大圣的根性 但同样是机缘未到 目前佛教还处在 小行大影时期 大圣佛教徒受排挤 打击各部派 尤其势力强大的 上座部部派的指责 大圣非佛说 将大圣行者 看作婆罗门外道 你最近又以婆罗门外道身份 击败佛教论师 如果突然成为大圣的僧人 可能会受人以禀 各部派会群起而攻之 马明双手合十项 老和尚请教 那弟子应该何去何从 你将有缘成为 所以一切有部 邪尊者的弟子 将来弘法传教 会做出一番 惊天动地的事业 那时你在回小向大 结束小行大影时期 开辟大圣佛教的新时代 老和尚深情地望着马明说 弟子谨记 马明问老和尚 我能不能知道师父的法号 老和尚回答 名字不过是一个假象 万法皆空 名色亦虚 有名无名等无差别 你只需以法为师 以尽心为一 定可误得真谛 你且去把好志为之 老和尚说完 闭目 附作 进入禅定 马明走出茅屋 只觉心中空空淡淡 老和尚的话 他本来是似懂非懂 走出财院 踏上归途 更觉像做了一场梦 亦争亦换 我有一点他确信不已 那就是佛法无边 如海洋 身不可测 如天空 高不可攀 带他回到他所住的地方 已是夜半时分 既外道 归一佛门 邪尊者一行三人 顾不得欣赏 沿路的悠然田径的自然风光 匆匆忙忙赶路 邪尊者 脱去象征上座 住持身份的黄色袈裟 换上一件灰黑身衣 傅纳射和盛天 也都身穿白纳衣 挑着行李 跟在邪尊者的身后 他们隐瞒身份 不是张扬 一者为了避开同门的引寝 和敌对者的挑战 专心地赶路 二者 邪尊长老 打算给马明一个突然的袭击 在他不知不觉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突然出现 增加取胜的把握 邪尊者边走 边筹划至敌之策 他问盛天 马明常以什么方式 论辩取胜 圣巅想了想回答说 在公开论辩时 国王国后王后一般都参加 有一次我方论师讲四圣地 提人生皆苦的命题 马明便攻击说 当今国王自理天下 天下太平 国父民风如何说苦 国王王后福寿康宁 和睦幸福何苦之有 邪尊者赞叹说 马明倒是个善辩之人 然后再问我方论师如何回答 圣天愤怨不平地说 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辩清的 但因出其不意 我方论师 有所躊躇 马明便趁机滔滔不绝 议论风生 因此国王便判定 马明取胜 圣天又讲述 有一次的论辩情况 有一次我方论师提 众生平等命题 马明当着国王子语说 伟大的国王高贵无比 与那些少街除愤的 张陀罗建民也一样平等吗 我方论师怎么说 邪尊者的弟子 富纳舍问道 圣天回答 我方论师又有些愁躇 富纳舍不解 为什么这么害怕国王呢 以佛理来说明这些问题 国王也可以文法信寿的 圣天解释道 法师有所不知 国王重信外道 对佛教本有偏见 而且国王的性格暴躁 讲得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 还有可能殃及佛教 所以论师们遇到这类问题 都有所惆怅 富纳舍就气愤地说 所以马明就抓住机会 平平得胜 这哪里是公平的论辩 如何以礼服人 邪尊者分析道 根据马明的出生经历 并没有时间潜心于 某种理论的学说 所以他的理论功底 不会太深厚 论辩时主要靠 聪明机制 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才能争取主动 数日后 学尊者一行三人到社会国 学尊者让富纳舍和圣天 前往距社会城 二十里的 谐爷世间众有 他独自一人 以行脚身份到社会城内的 一座佛寺挂单 誓愿住持的年纪 与学尊者相反 安排好住出后 住者与学尊者交谈了许者 住了大半天以后 世中一直没有敲建制之身 尊者问住持和世中的比丘 为什么不依法明集建制呢 有一位比丘回答 尊者有一个缘故 不能施打监制 住持回答说 最近有一个出家外道 叫做马明 其人善能论意 唱令 国中诸事指沙门众 若其不能与我议论者 不得功名建制 受人供养 世中曾有论师与他论辩 不幸失败 由此缘故 所以不能施打建制 邪尊者说 你们只管明集建制 如果马明来问 由我来和他论辩 于是社会城的寺院 又想起了建制 建制就是敲打的声音 明集建制 那因为邪尊者说 你们就尽管敲打 所以后来世中的沙明 许久没有去敲打建制 就非常的用力 格外用力 让这个建制之声 正式放 经过两个多月的 城级 城中居民就听到了 这是敲打的声音 都觉得惊奇 马明住的房间 他有一位外道童子 就跟马明报告 说佛寺中已经有建制之声传来了 马明来到佛寺 就到三门 住持相迎 马明就奥秘地问道 今日何故 吉达此目 住持达到 有一位行脚和尚 在本世瓜丹 是他明集建制 邪尊者 他和马明就见面了 马明根本没把学尊者放在眼里 不客气地问 你想与我论议吗 学尊者说 只是依法 明集建制 你若有意论辩 至当奉陪 所以他们后来就约好某一天 论辩当天 王宫前的广场 聚满了人 人们互相询问着 议论着 是哪里来的老和尚 敢与马明行者辩论 大家议论纷纷 只听说是一位行脚僧 在论辩台 做了精心的布置 中间是主席台 设有国王 王后宰相大臣 作席 两侧是论辩席 相对而设 各有一排桌子 数条凳子 供论师的陪同人员就座 双方论辩席的前面 是主便的座位 那天马明在寺院 与学尊者见面 一则不屑一顾 二则因天静斑晚 昏暗之中看不清楚 今天在论辩之前 马明就仔细打量学尊者 发现与他原来的印象 大不相同 老和尚的精神 意义 面容祥和 在大赛即将开始之际 竟充容镇定 意志安泰 他前额隆起 包藏着深邃的智慧 目光如电 显示出 射中的威仪 神态超凡 脱属 举手投足 皆是具尊贵之相 邪尊者也审视马明 发现马明 比初次见面时少了许多傲慢 同时论辩之前的马明 也表现得神情自如 不急躁 不慌乱 的确难能可贵 尊者的慧眼 是人才 见马明的眼角 眉梢 显示出一股灵秀之气 仪态潇洒 神情机敏 因而被加的喜爱 心想 如此可教 但愿马明与佛有缘 将来学有所成 并能弘扬圣教 光大佛门 国王与王后驾到 论辩开始之前 国王先问 双方是否有悔意 是否愿意放弃论辩 双方都回答无悔 然后又问 对失败者如何处置 马明回答 一如常规 国王说 那就是割舌 如果是论辩书的 就要割舌头 邪尊者说 不可 我佛慈悲 不忍割舌 只有做皈依弟子 方能显示 败者对圣者的心 心悦臣服 国王问马明 同意吗 马明说 悉听随便 国王接着问 谁应先说 邪尊者决定先发至人 便说道 我年纪大 远道而来 且先坐在此 理应先说 国王征询 马明的意见 马明不加思量 随口说 当然可以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能够破解 于是国王当众宣布 由和尚作为正方 提出论议 马明作为反方 反驳正方 论辩开始 邪尊者 不慌不忙地 从座位上站起来 对国王 王后和在场的众人 和掌 诗里后 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论点 是要令 天下 太平 大王 王后 长寿 无有灾祸 人民安居乐业 享受幸福 请反方破解 邪尊者 一言 集出 试作 接经 邪尊者 在此之前 对形式 做了 周密的分析 对论辩方式 做了认真的思考 外调在 宗天竺 势力 很大 又得到 国王的支持 朝中 大臣 也都是 婆罗门 对手 马明非等贤 自辈 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 佛法 深奥 玄妙 对那些 弥顽不化 不信佛法的 外道来说 犹如对牛 弹琴 若按部就班的 利论 博论 取胜 并无绝对的把握 必须 出其至胜 掌握先机 马明事先 也做了 比较充分的准备 对佛教的义理 有部的各种论点 都做了 大致的了解 以设想 好破解的方式 却万万没有想到 老上会提出 这样的论点 如同两军交战 这边 舍下埋伏 对方却绕道而行 尽管马明 聪明决定 一时也难转过弯来 想出破解之策 国王 更觉大出意料 他一向偏袒马明 这时也不得不承认 老和尚的确不同寻常 他作为辩论会的主持人 虽然有权对论题提出异域 但对于这样的论题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置 邪尊者 这一招可算是一石三鸟 他知道 以往的佛教论师 败给马明 和国王有很大的关系 将来若要振兴 中天主的佛教 必须得到国王的支持 所以邪尊者的一番话 首先是对国王表示友好 表明佛教是一个 以复国安民为宗旨的宗教 其次对马明来说是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第三 诸大臣和众婆罗们尽管不服 但碍于国王的面子 也不敢轻举妄动 尽管马明见过世面 经过场面 这是有些定力 且在邪尊者的面前 也显得有些慌乱 然而马明不愿就此服输 他努力地稳住正脚 尽量地保持正静 只听他对邪尊者说道 久闻尊者大明 知道您是佛教界的领袖 是屈指可述的大论师之一 必然很想听听 尊者关于佛法的论意 为何提出了 与佛教无关的论题 邪尊长老心想 马明果然鸡敏过人 能如此迅速地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而且有转手为公之事 正要发话的时候 身后的傅纳舌安耐不住 站起身对马明说道 论法无对 极对 极度复处 这是论辩的规矩 你竟然不能推翻无师的论点 理应认输拜师 无师所论 正是我们佛教终止之一 怎能说与佛教无关 不过料你心中不服 明日我再与你论辩一场 我佛慈悲 佛法博大今生 非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不可 马明此时早已明白 傅纳舌的身份 故意问道 你是何人 傅纳舌说 我是邪尊者的弟子傅纳舌 尊者亲自与你论辩 我觉得是过分抬举你 不如让我来看你论辩 第二天论辩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 马明正面阐述论点 傅纳舌作为反方破解 马明将他最欣赏的 范经中的理论加以盖锅 简要的阐明 范 范天的范是世界的本源 和最高存在 是最上我 我是个体存在 是生命我 我与范的关系 是我 我中有范 范中有我 我是范的部分 范是我的整体 范我不依不易 如果我们能够亲证这种 范我关系 把我们的个体之中 与无所不在 无时不在的范向融合 我们的灵魂就会获得解脱 马明的阐述 尤其是他富有词性的声音语调 博得在场的 婆罗门论师和外道信徒的热烈掌声 范纳舌对马明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破解 范纳舌说道 刚才对方提出了 范我不依不易的论点 阐述的是范我关系 虽然贪得头头是道 但其大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世界上既不存在范 也不存在我 因为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 源具则生 源善则灭 因果相续 亦无自信 因此作为个体事物 不存在一个很久长存的个我 同样整个世界也不存在一个 作为整体我的范 范纳舌破解马明的观点 又正面阐述自己的论点 真正的解脱之道 是佛的教授 佛陀释迦牟尼佛 年命众生 将他所误得的四圣地 传步世间 四圣地包括 所谓苦地 是说众生皆苦 人一生要经过受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生会求不得 无因赐胜等八苦 所谓吉地 由于是初论 佛纳舌提出的都是佛教的基础教理 但他毕竟是 邪尊者的上手弟子 有部论师中的后起之秀 同样的理论由他讲出来 便与众不同 严谨意名 逻辑严密 调理清楚 扣人心扉 马明也佩服 弗纳舌的阐述与众不同 但觉得其理论不过是老生常谈 便照以前的思路提出 勃难 对方 讲了佛教中 苦极灭到四身地 说众生皆苦 世界上确实有许多人遭受苦难 但也不尽难 比如国王 王后快乐幸福 和苦之友 另外刚才对方还有 众生平等之说 这也不实际 事实上众生之中 存在着高低贵贱的差别 尊贵的国王 和扫街除愤的 三陀罗 怎么能说平等呢 马明的此类伯难 曾经使不少的中天族高深落败 所以马明的这些论难一出 场内的婆罗门教的信徒 群情振奋 欢夫 喝彩 等着看数月前的场面重演 然而他们所期盼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一则傅纳舌本就义礼贤辈 学养深厚 二者他是有备而来 对这些敏感的 似乎难以回答的问题 毫无顾虑 毫不愁愁地做了答辩 国王 王后 幸福和终生 皆苦并不矛盾 虽然国王 王后比一般人幸福得多 但也会有生老病死 等人生的苦恼 而且由于民众中存在着苦难 国王作为层民的保护者 时常会感到忧虑 所以人生的本质 就是烦恼和痛苦 姐姐这些痛苦 必须依靠佛法 福拿奢侃而谈 议论 风声 接着说道 国王高贵与众生平等 也不矛盾 所谓众生平等 是就人的本质而言 而不是就现实中的具体个人而论 众生皆由因缘和合而生 并且因夜报差别而有轮回 因而是平等的 仍有前生 今生 和来生 前生 行善利得 今生便 高贵 幸福 今生 照念 作恶 来生 便身为 下贱 甚至 堕入地狱 国王 王后之所以 今生 幸福 高贵 是因为他们前生 做了许多的善业 在因缘果报的意义上 众生是平等的 富拿奢侃的论辩 很有说服力 国王 王后不仅没有 懊恼 恼怒 反而觉得有些话 说到他们的心坎 渐渐对佛法有了好感 马明和富拿奢侃 根据对方的答辩 互相问难 双方 你来我往 论辩非常的激烈精彩 听众席上不时爆发出 掌声和喝彩声 佛法深邃广大 梵经 立论独特 富拿奢侃的逻辑 严密 思维清晰 马明 鸡鸣散变 灵感 全勇 真是 其逢 对手 降狱良才 但富拿奢侃 毕竟佛学修养深厚 对佛学理论的掌握 和运用比较得心应手 马明虽在智慧变才方面 略占优势 但理论功底太浅 所以从理论上 说 还是佛教一方 教具 说服力 邪尊者观看了 富拿奢侃和马明的论辩 进一步了解了马明 也更加赞赏他的才气 邪尊者与马明将要最后一遍的消息传开 市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 王宫门前的会场上 人山人海 来的人比往日更多 论辩开始 邪尊者提出正面的论述 他把自己及平生所学 在数年时间写成的四阿含论 提纲切领地演说了一遍 其中许多精辟的论断 和大量的真知左见 令与会者叹服 马明本具佛性 且久以向往佛法 今天初次听到令他哲服的精深论意 体会到佛法的玄妙优神 也领略了邪尊者的 缜密调分履息的思维方式 和智学方法 马明提出勃难了 他没有对邪尊者论述中的 薄弱环节去发难破次 而是就自己不太明白的地方 提出疑问 尊者谈到事物因缘 关系者提到六种因 请问您说的六因与十二因缘 是什么关系 邪尊者耐心地答道 十二因缘是世尊世家 莫尼佛提出的根本教授旨意 是人在苦海中生死轮回的三世 两重因果 无明 行 世 明色 六路 处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十二因缘 缓缓相续 轮转不息 六因则是某一事物发生的 六种直接原因 包括能作因 具有因 同类因 相应因 片形因和异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据有趣旨 卢听支站 火爆裂 火爆炸 挂嘴 杀几百分裂 なん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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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